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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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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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揣急账 大家好 队场表述 今天一开始有个好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們也都知道我們非正式會談 一直在這個文化圈當中 各種邊緣試探嘛 文化圈 所以今天我們終於 又有一隻腳邁出去了 那就是我們出書啦 什麼真的 當然是真的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而且這本書不是我們自己出的 這本書是一個我們資深的愛妃 然後它是從事圖書跟出版行業的 所以它來幫我們策劃跟編了這本書 所以在這邊我們要鄭重地 向這位粉絲表示深深的謝意 謝謝你 謝謝你 當然請大家記得這本書的名字叫做 非正式會談 遇見溫暖的你們 真棒 好了 那接下來就進入到 我們今天的主題了 我說實話 楊妮 你有沒有有一種感覺 就我們每次在開場 就我們做那個開場白的時候 我總覺得好像有一種 天哪 說實話 就是狗一說我就很緊張 亮亮槍槍一直很努力地在追尋 年輕人的腳步 就希望跟他們貼近一點 因為現在年輕人出現的 新興事物太多了 有的時候我會 邊錄非正式會談 邊吸取到 原來現在有新的這麼多東西 去錄別的節目的時候又展示 人家覺得這個都知道 你看看 其實都是在這兒學的 那你講一下 最近中國的年輕人 有什麼新動態嗎 最近年輕人除了看 《非正式會談》第五季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說得好 說得好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今天就來了解一下 年輕人的一些文化 我覺得我們也是在一個 學習的過程當中 對 所以今天我們全球文化 相對論的內容 要探討的就是 最近各國的年輕人 都有什麼新動態呢 沒問題 來 一直來 大家好 我是一直來 以前她講這段話 真的就是發自內心的覺得可愛 現在她講這段話 就覺得真的剪不掉耶 對 然後今天介紹的是這個 這誰啊 這個姑娘不是動漫中的人物 是一半是虛擬的 然後一半是存在的 哪一半是存在的 我解釋一下 她的名字叫Kizuna Ai 然後這是在日本 超級流行的一種黑科技 因為就是剛剛開始 就是從YouTube上的 所以就叫虛擬YouTuber 然後前面是二次元的樣子 然後後面是三次元的樣子 然後就是後面 同步一下我的表情 動作 說話 然後她會動的 動作 捕捉那種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也就是說她作為一個項目 或者是一個直播員的身份的話 她是可以進行直播的 但是她直播的時候 前面出現的畫面 是一個二次元的畫面 但是因為後面 會有人真實地 會給她互動 說話 做一些動作 是可以及時來進行的 為了解釋給我媽聽得懂一點 媽 雙簧 大概就這意思 對 雙簧 對 變身特效 什麼都可以做的 很自由 而且在日本發生了一個事故 就叫這位姑娘 超可愛 然後就是銀髮 然後有貓的耳朵 在日本的排行 大概第八名 超級有人氣 兒子超級可愛 然後她直播的時候 是這樣子的 結果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變成 這樣子 她的本人出現了 她的本人出現了 真是真的 當時那些粉絲還好嗎 粉絲們的反應就是 就是腦中一片空白 似乎失去了一部分的記憶 好精準的 她後來有沒有很多粉絲走了 不會吧 會火的吧 反而會更火的 對 好 再來看一下周一輪 我要加入一下美國 最近在美國 有一系列特別火的 誤導視頻 叫什麼誤導 誤導視頻 什麼 這是牛精教的嗎 是一個人叫做Donte Colle做的 然後這個人在int上面 有65萬的粉絲 然後你可能會覺得就是 反正很多人說 它是一堂 讓我們笑著喝下去的雞堂 對 笑著喝下去的雞堂 你平時是聽著趁平老師的雞堂 是酷著喝下去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她還有被Times這個雜誌 又保到了 但是我 不繼續讓你們聽我講話 我給你們看這個視頻 好的 好 對 我們這麼好 很好玩 這個視頻 看過 哇 這麼多 好像有點小 對 這不是像那個曹莽翹的 市面正確聯盟 他批了很多東西 他有嘴在喊嗎 沒有 他嘴上沒喊 他就把那些字批在那 哇 又 轉來這句 所以他其實嘴上沒有喊什麼字 就是他通過那種動態的動作 然後批了很多後氣的一些 然後那些字就是很正能量的 就是 咱們中國都是 中國都是喊出來的 早上起床 對啊 擁抱太陽 你來一個嘛 反正我就亂來了 來 掌聲楊迪 來 來 因為他們真的很噁心 人家都是特效做的 我是 楊迪你聽我講了 我大概有十年沒有看過 這麼low的一個道路 太low了 就受不了 我就亂來一下啊 好 3 2 1 走 表情滿分 飛鎮來到第五季 把我後期做菜 你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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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鎮來到第五季 走到今天不容易 加油 多努力 我不沾饅頭 沾口氣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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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被子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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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真的 這才叫真正的勾嚴 哈哈哈哈 還蠢 不容易 真的是一碗可以笑著喝下去的雞湯 哈哈哈哈 你們見過特效能吃到嘴裡的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想問一下 你們有見過這個東西嗎 手拋了沒有 我見過一人自己從兜裡掏出來撒 有二十年了吧 哈哈哈哈 跳完以後 你們詞裡還是不是有什麼都說飛鎮有了錢 都說飛鎮有了錢 逢逢捕捕又三年 朋友們 哪有錢了 哈哈哈哈 好 我們接下來再來看一下 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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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帥帥的 來吧弟弟 我們應該和華伯伯那樣 帥帥的陳明 哦 帥帥 帥明 來你來 好那我先來吧 帥明今天就 哈哈哈 好在英國年輕的人吃素 喂 誰誰在這裡吃素 我啊 就就你啊 還有你 我最近吃素 沒有我吃醋 哎呀你們不要打擾弟弟講好不好 啊 沒事沒事 謝謝你謝謝 沒事沒事 好 吃素的人會發他照片 在YouTube上 印上還有其他的APP 然後他們會變火了 因為 很多人跟他們一樣是吃素 看到了他們說 哦我們是一樣一樣的 那我追蹤你吧 就是可以變成網紅嗎 是啊 對吃素就可以變網紅啊 那楊楊你在哪裡 怪不得我在微博比你粉絲多 謝謝 然後吃素的明星挺多 你看這裡 這裡所有的人是吃素 加我的照片吧 裡面有宮碧陽嗎 哈哈哈哈 沒有 哈哈哈哈 讓你自己吃素你受得了嗎 我受不了 我喜歡吃肉 那如果可以當愛豆呢 很多愛豆都只吃素 哦那我可以吃素 哈哈哈哈 哎可以 這個變化快 哇有性格 有梗 加油 加油 哈哈哈哈哈哈 張米你你見過那個東西嗎 沒那麼騷 沒 哈哈哈哈哈哈 哦 哎 第一次有人誇洋迪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什麼感情 我穿我穿著品儒的衣服 哈哈哈哈哈哈 他有多少 哪一樣嗎 非正的愛豆誕生了 陳銘 你剛剛撒的比我還騷 沒有 你們兩個一個人抓一把 站在同一個畫框裡 來 3 2 1 我怎麼這麼好 陳銘 看鏡頭 3 2 2 1 好像我們不是比誰更搞笑吧 再來看一下唐好強來 OK 來 土耳其有一個遊戲 最近特別火 年輕人 中年人 老人都在玩這個遊戲 什麼 這個遊戲的話呢 非常特別 可能世界上沒有別的國際發明過這個遊戲 你知道嗎 晚上6點鐘他們開播 開播 然後主持人問他們問題 然後比如說這次多少個人回到了隊 然後他馬上就得到下一個題 前一隻是回到的錯誤 他就淘汰下來 這塊戲 打鐵 陳老師弄的 這是 比如說剛開始幾百個人 然後到幾千個人什麼的 倒數一夥 把哪天的醬都要平均分給他們 最高的是我聽過是一百萬多塊錢 土耳其真棒 但是呢 我覺得是這個遊戲非常好 我覺得如果我把這個遊戲的 做中國的代理上的話 我可以賺很多很多錢 哇 好新潮 我在中國沒有見到過這麼新的一個想法 我也沒 真的 所以我很緊張 是吧 因為最近帶了一些生意做得不太好 我覺得我跟陳平老師好像都沒有參與過 類似的遊戲 是嗎 都好像有主持過呢 我真的去年春節之後 我再也沒有見過這麼新潮的遊戲了 太潮了 這個 這個在中國不僅火都已經滅火了 真的嗎 你問陳平老師他主持過 哇 五百萬人分五百萬人民幣 二十分鐘時間 那其實我也很不喜歡這個遊戲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上次去土耳其 幾個大老闆 他們約我去跟他們一起談生意 然後我準備了很多資料 就是要介紹給他們中國市場多大 多厲害 多好 但是一到現場 我要PPT做給他們的時候 我一看大家都開始玩這個遊戲 知道嗎 他們真的很不禮貌 不理我 我覺得我很不爽 陳小強 你是不是搞錯了 我們這個環節是最近各個國家的 年輕人 但可能土耳其正好剛開始 答題類的 對不對 但是真的很多年輕人 玩這個遊戲在土耳其 你對年輕人的定義是不是 因為他剛剛又說年輕人 然後可是問題是最後 他又說幾個老闆在那邊 好玩的 那不就是土耳其的老年人最近在幹嘛 沒有 他們是年輕的老闆 就是他年輕的老闆 真意 他們是這樣 我跟妳講這個編的看你 沒有 但是我會解釋 他們是Y代的老闆 Y Y時代是我在上個世紀聽到的用詞 Y時代 忘了你存在 對啊 小強還是盡量跟上時代好不好 我努力 你居然在我們後面了 真是 加油啊 天樂 好 天樂呢 剪下唱給他 你膠眼神 我求你大哥 我給我 我停下了 你好 叫我的名字 再教我一下可以嗎 我們接下來有請 天樂 好 天樂 天樂來介紹給大家看 一個遊戲 大家知道這個遊戲嗎 等一下 別笑 別笑 我的媽啊 不是 不是 等一下 我真的現在有點不想錄這支節目 我的 而且我覺得這支節目的導演 非常的有問題 不是 不是 明明知道是過時的東西 而且還能把那個板子做出來 導演在整你們 對 你已經買不到了 好吧 大家錯誤了 大家錯誤了我 什麼誤會了 誤會了 我就想問你 你知道這個遊戲嗎 知道 但是我不剪這個遊戲 好 我想剪的是 這個在土耳其最近很流行對不對 對 終於到土耳其了 對 土耳其的潮人 白天打蹄 晚上養雞 不 這個是小的時候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這個 Ferbie 你知道嗎 Ferbie 這個也玩過 這個是五年前中流行嗎 不 大家我知道這個很危險 只有有 但是你不知道嗎 去年它有更新的版 怎麼呢 多新 我知道你們小的時候玩的 就是娃娃的樣子 對嗎 對 但是更新的版是 Electronic 翻譯一下 iPad的 電子的 它就代表你的性格 比如說你跟他每天說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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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會愛上你 我沒騙你 他也會愛上你 然後他也會跟你說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但是如果你罵他 你怎麼罵他呢 I hate you I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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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所以他就代表你的性格 所以我們會比的 因爲我們不能帶手機到學校 對嗎 所以我們帶什麼 我們帶Ferbie 然後我們會比 Ferbie 更可愛 Ferbie 更可愛 更怪的 你知道嗎 然後你可以 確實在一個 我介紹一下 對 你看看 比如說 等一下 你這個跟那個 完全是兩個東西吧 你在搞笑嗎 開玩笑嗎 因為 因為 真正的Ferbie 非常貴 不管貴不貴的 你當我們是傻子嗎 這個是 不是 你以為我們看不出來嗎 不是 你是不是太過分 不是 不是 我受不了了 因為這個很貴 一個Ferbie是三四千五千 如果漂亮的話 要一萬 你知道嗎 一萬塊錢 對 節目主說買不起 買不起也不用買 所以他想讓我介紹給你看 比如說這個東西 我說 I love you 然後 你看他跟我說 I love you 你明白嗎 剛剛他說的 對嗎 沒有 沒聽到 I love you 你看他說 我愛你 他說那個嗨 好吧 我聽他說的 阿 天樂 天樂 你把他擺在前面 然後你的手不要摸他 你跟他說話 對… 不可以 為什麼 為什麼 不行 因為手動的 我要解釋給你們看 然後我想說的是 他很聰明 他又很困難 因為你要讓他睡覺的話 你開燈這樣 他很聰明 他不睡覺 你知道嗎 你要關燈 或者你說睡覺 然後他會睡覺 然後他會睡覺 沒有睡覺 然後晚上你睡覺的時候 他也會起床 因為他說 I'm hungry 他起床走到你的枕頭邊上 I'm hungry 天樂 然後你要現在這個人間 比如說他吃 Hamburger Hamburger 你要給他吃 他就會感謝你 比如說 真的假的 你看他說 Thank you 他什麼都說Thank you 他什麼都沒說 胡說八道 喂 315嗎 我求你了 我負責任跟你講 這個我們家也有 我女兒三歲半以後 就再也不玩了 因為女兒太害怕了 半夜到枕頭邊上 I'm hungry I'm hungry 我跟你講 有一個藝人叫沈玉琳 被稱之為荒謬大師 我覺得天樂就是我們 Fishers的荒謬大師 而且你對著一個 完全不是那個東西的 I'm hungry 他跟你說了 受不了了 帽子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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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他的綠帽子戴上 他 他說對不起 天樂 你讓他睡了吧 我要睡 睡 他就等睡覺了 你被綠帽子蒙了眼 我跟你說 謝謝你的展示 你會被抓起來 天樂 太厲害了 點個滿分 太搞笑了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小貝 哇 在澳洲現在有一堆年輕人 他們要麼 一堆 在上學然後不畢業 或者畢業了不去工作 不僅僅是沒有工作 而且也不打算去找工作 就是在那邊 飄著 亂婚 呆著 然後主要是因為我們有一個非常 神奇的一個制度 比如說我們在上學的時候 政府會給我們一些補助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在上學的同時 可以賺到錢 然後澳大利亞的大學也不會要求你 比如說在三年或者在四年以內 把你的學位讀完 然後你這樣的話 你就一直可以收到政府的這個福利 然後你大學畢業了 就是要找工作 那其實也有一個失業的一個補助 很多人就會用這筆錢去旅遊 去玩 去做很多這種事情 所以澳大利亞人在全世界到處都有 你在說你自己嗎 不 對 我現在可是一個有正式工作的人 OK 謝謝 謝謝 一直在學校上學也不是問題 因為我們在那邊有政府貸款 然後政府貸款的話 一直要等到你年收入是五萬五千澳幣以上 才要開始還這筆錢 我的媽呀 真好 跟英國挺像的 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們政府不會破產嗎 沒有啊 因為就是本身澳大利亞人口 也比較少 然後再加上我們在那邊有錢人很多 所以就是這種稅收也能支撐我們這樣的一個系統 所以歡迎楊迪繼續在我家上買房 看中了別的地兒 那三套吧 但是你講的也是事實 我前段時間不是去澳洲 整個墨爾本 我走在那個墨爾本的市場的時候 全中國人是吧 哇 就是個中國城 哈哈哈哈 迪拜也是這樣 卡塔爾也是這樣 牛肉麵 麻辣燙 楊勒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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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容易說一下還說錯 楊勒豆 來羅世傑 哇賽小輩 憲不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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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 真棒 你知道嗎 美國大學的學費太高了 而且你畢業之後 對 得直接去還貸款 我的天啊 有很多人是需要幾十年才可以還清 你之前講過你爸爸還在還那個 他現在55歲 他是七年前還完了 我的今天還完了 今天還完了 厲害 但是 恭喜你 美國學費雖然高 但是教育水平還是蠻高的 對嗎 對 我們澳大利亞也有我們自己的青藤名校 謝謝你 澳大利亞有自己的Ivy League 我們不需要你 我 如果有那麼厲害 那就不叫澳大利亞的Ivy League 那應該就叫Ivy League 不需要一個澳大利亞 對 你到底 反正 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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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是假 是假 你不要擔心 選費太貴你買不起 你有了這個 這個 知道為什麼嗎 這個是什麼 這個 養樂多 我養你 我要把名字改成樂多 才會養我 有點乾 我發現跟年輕人聊天是有一個特製的 就總是會不斷地在跑題當中 但是還是很開心 就能莫名其妙地開發出很多新的內容 因為年輕人愛聊的話題真的是花樣百出千奇百怪 眼花撩亂 有的時候其實我們真的不是能特別get他的點 但是反而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是一個享受並且去學習的一個過程 那倒是 還是希望大家用一種開放啊幫我們的眼光來看待他們 因為年輕其實有的時候不僅僅是一個年齡的設定吧 它很有可能也是一種心態的描述 所以希望我們永遠都能夠年輕 抱這個年輕的心態 接下來進入到今天的提案環節 好呀 好呀 好呀